台北股是10月29号的一根关键表态的K棒 那我们主张整个西大坡开始往下做一个全波段的修正 当然在一个进行修正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一路的一个崩跌 一样它是会跌跌涨涨涨涨跌跌 那今天这个盘式结构大盘跌了500多点变成没有跌 接下来下礼拜是继续怎么样 续跌还是说先谈再说 那个股的部分我说还是有一些零星点火的部分可以做多的 这些零星点火的个股在哪里 都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务必要收看哦 起鼓赚首创进化波浪更胜波浪 喜欢我的观众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或直接加入我的Live粉丝团 小小鼠V168V168 胜利一路发 大家好我是黄培硕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台北股市本来跌了588点 后来变成跌40点 哇一个下影线很长 而且等于是一个大长红棒 因为它开很低 整个你看 这个台北股市这个今天红棒 哇一个不只是下影线很长 而且还是一个红K棒 很长的红K棒 好那这个结构之下怎么观察 当然这都是只是细微的卖动的部分而已 10月29号其实那一根关键K棒 表态的K棒 我们大概就主张说 其实这个西波呢 有机会已经开始在运行 那当然运行它并不会是崩跌的结构 我说它反正跌了一小段 一个小完整结构出现 它就会反弹 弹弹了以后再跌 对不对 那那个关键表态的K棒 10月29号那一根 是大概就我们主张说 它整个往上反弹的一个结构呢 大概很有机会就是告一个段落 那当然你第一波反弹的第三段 你告一个段落 紧接而来 大概就是一个西大波的修正 只是说这个牌要怎么修正 怎么修正 大盘的部分就这一根 10月29号这一根 叫表态的关键K棒 因为这22711已经来重叠这个部分 有效重叠 反弹的一个推动 大概就告一个段落 那也就是说23713 大概就是一个反弹的高点 好那接下来 就很有机会 这个反弹就从这个地方 19662然后20922 就是这个我们说 VPOR反弹的第三段 20923 那这个都是我们定调 我们一直用的是两个字叫反弹反弹 写一个B就是反弹 我们一直主张说 从19662上来这个地方 它这边是4754点的大幅拉回修 速度又快又急 24416建高点这个地方 19662 我们一直用两个字就是反弹反弹反弹 从来没有说它是一个 有机会是一个推升卖动 一直就是说它是一个反弹结构 这个反弹结构就是针对前面 那个8000多点的推升卖动这一段 15975到24416 这个8000多点的推升卖动 我一直想要说这个高点好抓 因为推升卖动有个很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5波段推动 那里面出现一个小扩原 1235波也是5波段 这都很标准 所以这个点位不难抓24416 这个点位我们在7月11号这个地方 也是精准命中 因为它12345波 第5波扩原那就是5支12345 很简单 我说不是涨高就不会涨 你在7月初我们还在往上做多 到了7月11号这个地方 它5支5结束 5支5结束这个才结束 24416果然就精准命中最高 它开始修正 这边12345 这个地方你就知道扩原 所以扩原的一个推升的结束点 其实不是那么难抓 可是那个反弹的高点就要精准命中 其实就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个反弹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23713 当然这个也是前前我们才知道 它这个地方很有机会是高点 在当下我们讲坦白 在当下当天10月18号 那个高点我们是当然会怀疑 可是并没有那么强势的主张说 它就是反弹的高点 因为你要 它用反弹的结构很复杂 我们讲坦白 反弹的结构很复杂 你有多少讯息 我们跟你分析多少东西 可是在那当下其实真的是 你要马上说 这个就是反弹的高点 真的是也研之过早 可是这个要待事后 你看它的结构 你多方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验证 包括美股的部分 道琼的部分 NASDA部分 费办的部分 台积电的部分 然后大盘本身的一个结构 当然不要差太久 回过头来 那个地方应该很有机会是高点 懂我意思吗 要这样的反推回来的一个判别 所以我们当然主张现阶段 2373很有机会是V波反弹 我们一直想象它是一个三段式的反弹 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反弹 那这个2373很有可能就是反弹的高点 那一旦这个V结束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C了 这个ABC就针对这五波段的一个修正 并不是说整个就变成一个空头 没有啦 这个ABC就针对这段修正而已 这个也是很技术性的拉回修正 等到西坡修正完 我们还是要全力做多 什么时间点会做什么动作 这个很重要 你一旦整个节奏踩错 因为这个行情都很大 你整个节奏踩错 有机会说全部套在高点 到了西坡落底的时候 你没有钱买了 或是说套了一屁股 就算有钱也不敢买 那整个节奏就踩错了 踩错整个大好的机会 变成就把它浪费掉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观察说 那这个西坡下来 到底要怎么样下来 它不是一个崩跌式的下来 它也是会分段式的下来 对不对 那来西坡波的卖动 西坡波的卖动来 台风价前一天10月30 前天 我说这个结构 大概是两个结构 这个地方开始启动 往下推23713最高 细微波这小时线 1然后2 那你看这个蓝色 就简单的12345 就还有一段要往下刹 那就12345 下来就开始要反弹了 对不对 那我说红色这种就比较 它这一段 这个轨道 很有机会自己扩延 那是12 然后可能这就3-1 3-2 那这下来就3-3 反正不管是第五坡还是3-3 它这个地方23116 竟然没有重叠23150 它就是告诉我们 它要往下 好就告诉我们 它要先往下 那果不其然 今天就有一个重挫下来 还好后来又拉回来 哇那这个结构 你看这个一往下来 就重点在这里了 今天 今天11月1号 你这一往下来 你说如果说这边 12345的话 对不对 你这个再弹回来 你如果这一段有扩延 你这边自己弄一个什么 这边就是3-1 3-2 3-3-3-4 这回来是不太会重叠 这个221711的 今天这个尾盘一直有来到22882几 有没有 今天这个尾盘最高到22828 所以这个已经有就重叠了 那重叠代表什么 这个结构呢 应该这个结构就是一个12345坡 那你这个12345坡 就是说如果我们西大坡开始往下修正的话 这个12345坡它是一组迈动 这组迈动可能就是 我说西坡的一个出跌段 这上里前天有跟你谈到 那既然一个出跌段完 它就西可能西之一嘛 西之一里面出现一个12345小坡 它战告一个段落 战告一个段落 这也大概1500点 1482点 也将近1482点是西之一的话 那你接下来先谈再说了 会有个西之二反弹 对不对 你已经五破下跌结束了 暂时告一个段落 会有个西之二反弹 那西之二反弹 一般一转二大概就是0.618 这个大概名将也没有关系 当然当下我们会去注意 那那个西之二反弹的话 0.618完之后 如果说真的再起跌一下 那就西之三 哇那个速度就快 就不一样了 就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说在西坡开始运行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挖一个崩跌 马上今天你赶快就杀在那个地点 我们今天一开低 我们从来不会想说 赶快去追空 不会那回事 反而我们还去挑了一档股票来买 反而我们还去挑了一档股票来买 那也不要急着追空 等这个西之二上来再说 等这个西之二上来再说 确实今天也很多个股开低下来 是一路走高的 是一路走高 那你这个节奏踩错 哇老师说西坡开始 要赶快往下做空 你一追下去 又是追在最低了 那么实物操作才是重点 那当然行情规划 我们给你是一个比较长线的部分 那长线的部分 你细微的脉动 你也要懂 这个就今天打下去 就是第五坡了 那一二三四五坡 那你是一二三四五坡 你还追下去那不行 老师你不是说 他这边有机会自己扩延吗 当然不排除 可是在当下你就要仔细去观盘 整个盘杆你就要有 那一种结构是长这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 今天打到最低22231 那老师你说是个一二 然后这边自己扩 自己这一组的话 那是三之一三之二 你三之三 你拉回来三之四重叠的 第一个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可是在盘当中 你怎么知道他要重叠 对不对 你在盘当中怎么知道他重叠 那当然这就是一个盘感的一个 看盘的一个技巧 好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你这个地方变成说 你这个已经不会是三之一 三之三 三之四 不会他重叠了 那老师那是不是重叠了以后 那就整个就是一二三五缺点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他自己本身这一段三之三 他自己本身出现扩延 那扩延的话 他谈到这里来 828还可以接受 你这边三之三 他自己里面做一个小的一二三四五 自己这一段形成一个扩延 然后三之三才结束的话 才有机会往下持续发展蓄跌的可能 可是那个可能性 我认为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会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现在结论 结论就是大概是这个这样的架构 就是这个结构 大概要先谈再说 你说这也是一二三四五坡 这是一组麦动 好那这一组麦动 你把它看日线宅长这样在这里 这一组在这里 这是他有一个小的一二三四五 大概在这里 这边这就是一母爱东 这很可能就西坡 整个开始拉回的一个初跌段生成 初跌段形成之后 当然会有一个西之二的反弹 对不对 那西之二反弹 以后可能再有一个开始下来 这个速度可能就快了 这是大西坡的一个可能就西之三了 这西之一这西之二 好大概目前的结构 大概我们会规划会长这个样子 所以在利用这个西之二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 很多个股 有的要走空的 做头的五坡股的 它会跟着弹回来 有更好的空点 有些还在做多个股 弹回来 懂得怎么样 把它全部把它获利拔党出签 这是接下来西之二坡要做的一个重点 了解是吗 大概目前的结构会长这个样子 会长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下礼拜有机会大概先谈再说 你说如果比较特殊的情况 哇这边自己本身扩援 然后这边第三段三之三开始走 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二三四五 那不得了 那可能那个崩跌的速度会很快 那暂时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高 当然我们也会敬畏市场 什么样的可能的波形 我们都会把它怎么样 涵盖进来 然后去把它用剔除法 消去法 这个不是了 这个不是 最后就剩下一个标准答案 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们跟你分析行情的一个重点 总是我们在分析的话 尽量去求到说 接下来未来的一个行情发展 才是你们所关心的 你说短线转线紫跌 大家都看得懂 短线转强 今天给大家也看得懂 可是那个转强之后 谈上来以后 长线的那个多空判断 才是分析的价值 很多人今天打下来 很多老师说 哎呀 逢低赶快找买点 拉回赶快尽情的找买点 问题是这个逢低 到底要逢到多低 拉回到底要 拉回到什么时候 才会尽情的找买点 当然现阶段我们会主张 稀坡要落底 对不对 这是我们看的比较长远的部分 稀坡要落底 我们才会全力怎么样 全力大做多 那在这之前这过程当中 因为我上礼拜 前天不是上礼拜 因为经过一个台风 这样的时候都搞混 以为今天是礼拜一 前天我们有谈到 说这个息之一转息之二 这个过程 还是有一些个股 你可以逆势做多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懂意思吗 对不对 好啊 那是个股表现 可是这个息之二一旦结束之后 最好我们会主张说 大概呢 怎么样 所有个股呢 这个要逢高呢 什么 建好就收 建好就收 好啊 那你逢低要逢哪个低呢 我说那个行情你要格局 要把它规划远一点点 如果你看像这个地方 你这个24416一路下来到这里 就有人就逢低赶快找买点了 这是4700多点 跌了不到800点 就逢低赶快找买点 又跌了1000多点 又逢低赶快找买点 又跌了2000多点 又逢低赶快找买点 果然谈两天 又下来 哇这不得了 这一下4000多点 头部那很多股票是跌了稀里滑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去哦 那一波跌的股票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去哦 是只稳有余 然后粘在下面 你要它反弹很多没办法 那就全部套住了嘛 你要去避开这样的一个窘况 了解是吗 不是说哎呀 反正你这天上板 你看果然低点一开盘就来买 果然买最低 不是这样 那短线而已啊 搞不好短线而已 逢低要逢到多低 拉回要拉回到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结构 才是比较稳扎稳打的一个 权力布局的一个价区啊 这个重点就是你的西坡要完整落底啊 要完整落底还是一样 落底完它可能进入又一个区间震荡 那那里就是相对下缘啊 你当然要权力做多嘛 可是你这一段那个西坡一个幅度下来 如果你没有避开 上面再上去的就没有你的份 这是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的重点 在这个地方 而且是你接下来是赢家输家的 最关键的转折就在这个地方 都不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大盘的部分 那个股的部分 我们来谈一些个股 大盘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说接下来大盘的方向相当重要 当然我们会去跟你追踪到细微波的脉动 细微波五小波 好有机会先谈再说 那你要记住是先谈再说 或是先进入一个整理 改天再重新启动往下修正 懂意思吗 那如果说这个西 刚刚谈的那个五小波已经启动了 就是西之一已经结束 那个西之二大概就在0.618那个地方 也很好观察 如果说老师又超过呢 超过0.8 那就是还在一个在高档震荡 懂意思吗 这些结构都指数来说 如果是吃问这样的结构的话 个股都怎么样 就是个股表现 指数就还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我们说那西之一一旦成型 那西之二上来 西之三那个一成型下来那不得了 接下来的一个大盘的方向 就是要你关注的重点 那你西之三 除非是西之三里面走了五小波 那赶快要再去抢反弹 因为那西之是可能整理的时间 就会拉很久 懂意思吗 那一段时间又是个股表现的时间 就如同这个西之一一旦落地完 一样接下来可能下礼拜 就是又是个股表现的时间 什么时间阶段是个股表现 你尽量去当然挑对才有 那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一个原则 一个提醒一个重点 避开五波做托股 那大盘怎么涨 那些股票是不会动的 逢高逢高 如果有机会逢高逢高 就把它空 就这么简单 那来个股的部分 这两个股也是我们老朋友 这之前10月17号我们就谈这个个股 我说你这个不要急 很多人在问我这两个股 你不要急 我说这边一段两段三段 那你拉回来第四段 你大概这个轨道应该会守住 那你来碰到以后再来买 他今天来碰到了 他今天来碰到了 这10月17号我们就把 你看到时候还没碰到 他今天来碰到了 今天今天来碰到了 那今天来碰到以后 当我们就主张这个地方一来碰到 今天盘市很恐慌 我们一样能按几率去操作 一样逢低去把它买进 我说有一些灵性点我的个股 以他机会来 我们按几率操作 一样就去把它买 就去把它买没有问题 这股票的话 其实这股票 我今天的lighter 我也会把它放在上面 我也把它放在上面 我今天要先把它盖起来 这个应该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应该你是我观众 大概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讲哪一档股票 你不知道的也没关系 我这边左下角有一个 那个QR Code 你把它扫描按加入 扫描按加入 就是我们的赖粉丝团 今天我就会把这个股票 也把它PO上去 不会盖牌 把贴在 光明正大 公开操作给你 你有兴趣 你就把它lighter 你把它扫描按加入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把一些 盘式解析 大部分我们都有附图解说 不管是大盘 个股 我们都有附图解说给你 盘式结构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我们去研判它的未来 个股也是一样 之前有跟你谈到说 有两叠 有两叠超过 我说有两叠超过将近100档的个股 那个都是五波做头的个股 这两大叠超过100档都是五波做头的个股 我也会陆续一档一档的把它放在我们的lighter里面 有人就问了老师你100档个股什么时候分享 我们是陆续分享不是一次分享给你没办法 我每天都会以每天当天的主轴为准 因为它那个就是三则讯息 我大概都会PO两张图 像今天我就会PO一张之前我们的盖牌股给你 然后再加这两股票 这个我就不会盖了 这个今天我会把它摊开来 这个我会把它摊开来 你加QR Code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在跟你谈的是哪一档个股 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就会操作这样股票 胜率是百分百 而且有一波还赚了80% 80%扎扎实实 我们跟你谈的绩效都是扎扎实实最真实的绩效 不是你看得到吃不到的那一种什么 表演绩效 都是你看得到吃得到做得到的 像今天它大盘拉回 它跟着拉回 拉回以后你慢慢去布局 一样去买不用跟人家抢 都不用跟人家抢 很好买 我们不是说最高涨停 然后涨停都买不到 然后每天在那边表演那个绩效 没有那回事情 拉回来 这个好早前我就说我拉回来我要来买 那那时候到了没有 你自己看 我说它大概会回到这个切线上面 同一个轨道 一二三四五 这一里面有扩研 三有扩研 然后这拉回来四 那第五波 这个第五波出去当然就有机会 这个高点不会是高点 所以你这个拉回来才来买 才会有那个获利的空间 你等它过了高点再来买 就比较不划算了 因为那高点第五波出去可长可短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一档巨翼就是了 9月19号的巨翼 这个地方你也不要去买它 你不要去 它也是等它拉回来 等它拉回来 拉回来 它碰到这个切线 你再来买 应该那是最好的买点 然后一样有个第五波 它还是会过高 它今天过高了 差不多这个6216G1今天过高 29.75在那边 1234第五波 这个结构大概是 这个轨道大概 它会 这个蓝色线还从下面画 表示它应该有机会再来 你再来再重新买 这一档股票 G1 上礼拜前天 昨天 前天 10月30前天 它是涨停板 那天大盘也是中错 它功效涨停板 今天大盘很不好 它也创一点点高 539有拉回来 你看 这个结构就涨这样 你看它今天 今天11月1号的G1 539有没有过高 过高了没有 过高了 这535 这539 过高了 老师它过高了 我才要赶快来追它 确认了 很多人会是这样操作 它过高了 确认了第5波开始走了 我要来操作 不是这样子 你这样就不划算了 因为你这样的风险比例 就太高 有时候它第5波就出去 一点点就没有了 那你去追它干嘛 没有意思 那你要先研判 它会有第5波 所以你看 它这个 那时候在这里 然后它有没有拉回 有 这12月19号了 有没有拉回 它有 这边 43 它是不是碰到 你看老师碰到 就这条线 差不多就这条线 33.2 39.5 40.6 43 33.2 39.5 40.6 后来这个点就43 有没有 你要在这里买 才有空间 你在43买 它会过高 那你就自己知道 我至少这个 这个单子我做进去 我至少要赚十几块 53.5会过 我43买 53.5会过 你懂意思吗 你要在那当下就要判别说 它要过 而不是说它现在过了 今天过了 好了过了我赶快来买 哇那你一过了一追 哇又追高又下来 懂得是吗 你过了再来买 没意思啊 就算它再有一点点 那你也要去想到说 哎呀它就老师说 它已经第五波了 最后一个陌生波了 对不对 那可能搞不好 随时都要停啊 那你如果去买的点不好 那不是怎么样 那不是又追在高点吗 是这样的概念啊 就是说你像这个 你不要说 啊老师 很多人就问 老师这个据页 可不可以再追 你没意思啊 你这里要买啊 好 就是说在规划的过程 它是拉回来这个地方 让你买的 懂我意思吗 好你要先事先研判 它有个第五波要顾高 这也是中线的部分而已 不是很长线的结构 那现在这一张也是一样 10月17 它来了没有 它没来 你不要买 不要买 好它这个有的怎么来 一直拉横台 拉久了它就会碰到 那那个价位就比较高 那今天一个利空 大盘利空 它就跟着下 一下来刚好就碰到了 这速度就快 你如果一直在那边 混混混就会很久才会碰到 它今天是直接下来 那就很快就碰到了 懂我意思吗 就碰到了 那你就碰到 就按去做 就给它买啊 懂我意思吗 就给它买啊 那你这个买它 那你这个高点越过 那你这个空间就大了嘛 赚钱的空间就大了嘛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要等它哪天又过了 以后呢 你家就老师说第五波过 真的过了 赶快去追 它过多少 这个我们不敢说 懂我意思吗 可是它的结构告诉我们 有第五波要过高 就这么简单 有第五波要过高 那你这个是拉回的最低来买的嘛 几乎如果对了 它是买在这个 第五波的一个起动点嘛 起涨区嘛 那这样的话才有空间嘛 获利才有空间嘛 才赚的比较多嘛 比较划算啊 我们这样讲到台语才败的 比较合啦 让人台语说 那比较合啊 是不是比较合 你过了 这要买高 买高 如果一张点就没了 没了 到时候 哇 传出一点点 你买在最高 那不是没有意思吗 这股票啦 如果这股票有兴趣的 你叫了Live粉丝团 我今天也会把它 公布在上面 不会盖住 不会盖住 不会盖牌 摊开来给你看 摊开来 你这个QR Code 你记得扫描按加入 扫描按在今天的Live粉丝团 里面就会有这档股票 这都是这样 即时性的 比较即时性的 我们刚说 一百多档那个是比较做头的 当然就是没有po 比较当天急性 我就会一档 有空我就陆续po 一档一档的po 那也提醒你说 你要避开那些股票 要避开那些股票 当然在避开那些股票的过程 有的会整理很久 有的会有个V波反弹 甚至还过高的 你要如何去找空点 也是一门学问 不是看着那个图 就马上闭着眼睛 就给它空下去 没有那回事 你要看它整理的时间的长短 什么时候 那个西波开始启动 或者说其实 刚建高点 那个A波拉来 其实速度也会快 那完了以后就很慢 那个V波反弹 就会混很久 西波启动那个过程 应该才是 如果说要去选择 做空的一个标的的话 启动那个才是重点 才是首选 才是首选 这是个股的部分 一样 这也有一些逆势股 像这个都是 不是说突然心血来潮 这10月17号 这是11月1号 已经过了也半个月了 那时候来了没有 其实我们就主张 我准备要来买这个股票 这股票一堆人问我 我说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你不要急 不要急 他自然就会拉拉拉拉拉 拉回来一个好的 漂亮的买点让你进场 不好意思 果不其然 今天就来了 来了怎么样 就按纪律操作 对不对 你来了 来了就按纪律操作 这是今天11月1号 今天11月1号 这个你有兴趣的 今天的Live粉丝团 要记得把它扫描按加入 扫描按加入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 我们每天给你的东西 都是很专业性的 都会很多的一个都是 整个我们就就线论线 跟你做分析 你也可以来学一些 技术分析的理论架构 也可以来学习一些 我们整个操作的逻辑思维 都在Live粉丝团里面 有兴趣的赶快扫描按加入 好 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股票 这是G1 验证 这档股票也是 这个是等幅特区 我说这个地方 我今天把它打开来了 我今天会复图解说 也会把这档股票 解说给你 这是3217的U群 3217的U群 这结构怎么看 这个架构 U群 U群在这里 这3217有U群 199.5建高 暂时这个推动 高一个段落之后 它一个三段式的 又一个三段式的 又一个五段式的 这个我们就定调 它这个拉回修正 是一个ABC的结构 小的ABC的结构 它很可能是一个大A波 接下来很可能是大B波反弹 那整理时间就会比较久 比较负试整理 负试的整理的话 这个小ABC是个大A波 不管 它这就是一个ABC 是一个335的形态 335的形态 什么叫335的形态 三段 三段 五段 12345段 那这个是有机会是一个 整理的完整结束 告一个段落 低点浮现 这个脉动整理结束 12.5 它一个就推上来156 这个就已经 也预告了 它这个已经下跌 已经指纹了 不会再跌了 这个卖动已经结束了 然后完了以后它横台过来 其实这横台幅度很小 你会放到156 147 都10块钱以内 10块钱以内 有没有 那这个横台整理就是一个 很标准的 就是我们讲 你这个出去 然后横台整理过来 应该至少就是有一个 等幅测距取出来 或是说你把它定调是一个大V波里面的V字A V字B 那这个就V字C反弹的第三段 了解意思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等幅测距 对不对 这个结构了 三二一界优群 我说这个像一些逆势的一个比较零星等会的个股 今天大盘中挫 它一样有表现 今天也涨5%多来到166 今天11月1号本来重挫500多点 它也涨了5%多 5.73来到166块钱 有没有 3217的优群 那你自己去看 差不多3217优群这个结构 今天一个长红棒 这个结构把它拉长一点 这一段就是从这里开始 三段三段然后五段 这个一个V字AV字BV字C 一个等幅测距取应该正在运行当中 应该正在运行当中 当然如果说西波真的是一个急速重挫的话 真的是有时候个股是怎么样 复巢之下无完软 可是我说刚好西之一有机会高一段落 然后现在有机会进行一个西之二的一个架构 所以这些个股更有机会表现 了解意思吗 更有机会表现 这是3217的优群 今天表现也不错 今天表现也不错 往上走的 往上走的个股 往下走的 往下有个股 你要分开 我们给你都是一个方向 头部是一个方向 股帮往下走 五波走完 往下走200 往下 往下200 它有没有走到123 有 A波 第一个又反弹 B波 B波它现在又下 水准备又要下来 这个已经盘区都破了 那一天来到的低点是141 169 跌了8% 有没有 这种结构它都是慢慢的方向性就是在往下 方向性就是在往下 可是你空点你要会找 不要去过度去追空 尤其在做空的过程 常常有时候是 沙拉很低你去追空 常常是短线的低点 那你要锁定它还是要往下修正 弹高再来 弹高再来 懂我意思吗 弹高再来 先进光也是 这个也是5波走完 这边做一个做头 这很标准 299.5也是假突破 你准备一个下来 那一天也是来到216 这都缓步再往下走 跌了5%多 最低目前来216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高利呢 今天破底的更低了 差不多这边5波早就结束在447 拉回来AMB穿投537 我说这400多块500多块的 高利的一个营运动能 它EPS的数字绝对 撑不住这样子的 一个股价 400多500多下识人 太离谱了 那势必要面临一个什么 全波段的修正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到时候总归就是营运动能 会说话 对不对 你是 它反映在股价上面 所以这还有一些 有个稀泊要下来 有个稀泊要下来 差不多今天的高利 上次的高利 29号高利是跌了4%到312 今天的高利更跌了300块 刚刚好 今天11月1号 这边还跌6%多 大盘后来弹上来 它也不会弹上来 它也弹不上来 有没有 300块 最低的要300块 8996高利 有没有 你自己看 反弹的高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跟你捉 我说反弹上来 你要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 就这里 就这里 就是周线 就是这个地方 周线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反弹的最高 就是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地方 你要下来 要下来 要下来 有没有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反弹的高点 大概在438块钱 438块钱 就那个地方 今天剩下300块 刚刚好 438剩300块 跌了138块钱 跌了138块钱 有没有 大盘 这段时间 大盘怎么涨 它会不会涨 它不会 大盘怎么反弹 它会不会涨 有意思吗 那个就是整个趋势 其实已经相当的明朗化 当然跌生会反弹 弹一弹 方向还是在往下走 方向还是在往下走 我们给你的 就是五波做头股的话 都是那个方向性很重要 可是那个短线的买卖点 那也是一门学问 要好好斟酌 不是看到就 闭眼睛就乱搞一通 做多利也一样 像我们刚刚跟你说 那做多 你如果之前太早买 有没有 我说那不要急 太早买 今天这两天 又面临它又往下修正了 了解 这是做多做空的个股 整个结构 你要把它厘清 这个相当的重要 整个结构把它厘清 那现在这一档 这一档 这一档最重要 这一档 就这一档 今天我们才布局 这个结构 其实我认为是很漂亮的 还有机会就买在 今天的 就是整个第五波的一个 第五波的一个 推升卖动的一个起涨点 几乎 我认为 这个有兴趣的 你交我的LINE粉丝团 我今天会把这股票放在上面 我会把这股票 我会把它打开 我把它打开 我把它放在上面 有兴趣的 赶快交我的LINE粉丝团 交我的LINE粉丝团 好 那我说近期 我们运达投顾30岁了 难得 这一家投顾公司正派经营 30岁了 30周年轻 难得了一个感恩回馈 我说这个很大的感恩回馈活动 你要把握 年后才起算 你现在来参加 你年后才起算 所以你现在来 一个月后来 两个月后都一样 你一个月前来 没有那时候还没在 推这个活动一开始 你就来就一样 都是年后才起算 那你不是先来先赢吗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 很关键的大转折 有没有 你先来先赢 先来先赢 这个转折是会决定 你接下来是大赢家 大输家的最关键 有这事吗 那个西坡一旦启动 怎么不容小叙 不容小叙 要怎么避开 那接下来要怎么赚他的钱 一段一段的来 很重要很重要 务必跟上脚步 务必跟上脚步 来 我们来留一段时间 我大盘讲的比较久一点点 个务讲的比较久一点点 留一点时间来 我们来回答聊天室的问题 好 这个也很多 这上面还没有 还有 还有 今天大盘会不回拉台 这我刚盘解过了 创威 还有慢慢来 之前八级已经重复复习 曹景美谢谢 3228的金利科 这股票 有些股票真的是 你要进鬼神而远之 当然就是说 有时候形势比人强 这股票 我们先讲创威 6530的创威 一样 其实这个卖动 像如果这边有一组有算了 12345是高一个段落 老师这边没量 那么同一组卖动 你要做的话 你这边不能重叠 你要硬要做第五小波 可以 这个地方不要有效重叠 可以守住 然后在同一个轨道上 这个轨道如果偏离太远 那也就没有那个第五波 这个我讲了N变 讲了N变 3228的一个金利科 老师今天涨停板 很强又很强 差不多这档股票 今天涨停247.5块钱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的净值 不到10块钱 9块钱 9块钱 现在股价247.5 每一个月的营收 都是2000多万 营收 每个一家上市公司 每一个月营收 都是2000多万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都是2000多万 差不多这是2400万 2000多万 两三千万 这已经几年了 都是 这一个月 都是2000多万 这个你看去年 也都是2000多万 每一个月的 这是去年 这是今年 差不多这是去年 这是今年 这还不止去年 这还到前年 111年 然后这一个是112 然后现在113 每个月你自己看 都是2000多万 他现在净值剩下9块钱 我说他已经跌破票面价了 应该不能融券了 这档股票应该不能融 融资券应该都取消了 净值高扣 净值高扣 每个月营收两三千万 那当然一定赔钱的 都赔钱这个我不太赘述了 那股价是这样 涨前247 通过这种股票 我真的吓都吓死了 那你硬要去搞这种股票 我没有意见 这种股票我认为早晚 这种太离谱的股价 事不可用尽 使尽则获必至 那你说这股票之前有什么提高 他之前涨到600多块 这个是500多是之前 这一个600多啊 这个股票这样做来做去 然后这真的很离谱 这股票是我看到 现在目前台北股市里面 最离谱的一档股票 就是这档股票 那时候在那边讲说 他要介入又有什么新的 新的技术发展 又怎么样可以解决 什么方案什么问题 什么屁都没有 然后就哇就直接中错下来 这要给你看周线 这个一下子就下不得了 这个是600多块剩下100块 150耶 600多块一下子是没几个礼拜 一个月而已 一个月哦 610是一个月剩下150 然后又硬弹弹弹 然后这里又剩下100块 然后现在又硬弹弹 然后现在又开始下来 通过这种股票不要去琢磨啦 这种股票不要去琢磨 你要问我他的前景 我认为他一点 我完全没意见 完全没意见 你叫我说绝对绝不 他现在也 之前我们有成立在空 他也不能放空 他现在已经融卷 那镜子已经跌破票面价了 可能也不能融资卷了 也不能融资卷 剩下的可能都是之前留下来的 之前留下来的 这是我这种更不要的一个什么意见 他没什么意见 我也不敢有意见 类似这样的股票 类似这样的股票 未来的走向有什么好走向呢 你喜欢做就去做了 这我没意见 这个你一天问两个问题 一天问一个问题就好了 这位Loloy 你上面有问了 大家只要机会留给很多人 不要说一个问了 3450联军 这股票我们谈到 我说他的一个细微波 或许还有一个小高点 可是你不晓得他要拉回到多时 还会下一个小高点 或者说甚至那个小高点 是一个失败型 所以当下我们是建议 说见好就受 就那个陌生波里面的 陌生波的陌生波 那一段不要赚 3450的联军 那一段不要赚 这一段 这一段陌生波是从96.3推上来了 目前1234567 你拉回来或许还有个第九 可是你看是哪一段扩延 他拉回来的幅度可深可短 懂的意思吗 有时候你拉回来很深的再上去 有时候拉回很深 你受不了就除了 你何不如在高点怎么样 先把它建好就收 对不对 懂的意思吗 那这个再出去应该也是最后一波 那最后一波不要赚它了 我认为有点 就没有 风险太高了 风险太高了 好 来 4909还有机位 就跌身反弹 2354的红准有过高 来2230太帽先来 2230 2230的太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股票这个地方高档整理的时间也很久 我认为也是在那边高档震荡震荡 还是逢高把档占卖方比较好 这要再攻击一波不容易 不容易 2350的红准短线日线看起来是不错 推 其实我们一直主张这两股票 其实它要推动 有它的难度在反弹 结构比较像 你看它的这是日线 觉得来你看它周线以下 它不过这周线的结构是涨这样 它不过这周线的结构是涨这样 等于说它也是这样下以后 它黏在下面 来来回回这过程中也是这样 有来有去 你说这个地方开始要主张有一个推动出来 我认为是有相对的难度在的 可是一个反弹震荡的话 应该这里也快要到目标区了 了解是吗 或者说再高一点点 还是不会改变它是一个什么 跌深反弹的一个整理结构里面的 整理结构里面的 那你当然说短线看日线 看起来是还不错 我们讲坦白是还不错 这个反弹其实像这种结构 我们也主张很有机会持续谈 持续谈 也就是说你大盘刚好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息之一转息之二的过程当中 很多个股都还有机会持续谈 持续谈 那息之一旦结束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 你现在这段要搭配大盘 来操作股票 这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稀波在开始启动的过程当中 大盘的方向比个股还要再重要 大盘的方向比个股还要再重要 了解意思吗 好 那这个难得的一个运达同步 30周年庆 30岁了 30周年庆 一个大的感恩回馈活动 务必要把握 这年后才起算 你先来先赢 同步先来先赢 喜欢我节目分析的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帮忙按个赞 重点是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这边一个QR Code 也会你扫描按加入 今天有一档股票要送给你 今天有一档股票要送给你 这个QR Code 你把它扫描按加入 是我们的LINE粉丝团 我会把它PO在这上面 最后我们解盘到此 祝大家操盘顺利 周末愉快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而无之风险 不保证未来 谢谢大家